在每一個重要的時刻 因為你 我們高舉雙臂 歡呼流淚 一起承擔對未來的期許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都有一段令我們團結的旋律 十月五號國慶晚會 十月十號國慶大會 國慶煙火 讓我們帶著國旗一起走出來 一起揮舞 一起祝福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我要恭喜劉文妍將軍和 曼怡婷將軍 總統親自唱名 因為從九月開始 將官晉升典禮 移世到總統府內舉行 意味著八月八日 在國防部辦的大型禁任典禮 將成歷史畫面 再次恭喜各位禁任 也感謝大家承擔責任 拔卓七位中將 二十四位少將 不過就在典禮之後 約一個多星期 卻發生了尷尬事件 總統特別邀請這三十一位 將官入府查序 傳出有位總府女性官員 在回動開始前 特別說明性質輕鬆 請將官坐著就好 不必站起來 於是這三十八顆星星 此時就鼻挺坐著 等待三軍統帥 不過當總統入場時 看到此景說出 我是三軍統帥 看到我為什麼不站好 把手中資料往桌上摔 場面尷尬 此時國防部長顧立雄 一度拿起麥克風噬音 呼呼兩聲 試圖款和氣氛 不過總統似乎氣還沒消 提起以前當過預官 連看到上校都要立正正好 為何看到三軍統帥都坐著 而被總統點名的兩位 進任將領 只好解釋 是我們疏忽 不過國防部回應 部分媒體渲染報道 總統怒罵立威等用詞 閒屬誇大謬誤 將領哪有不敬的意思 他又要活潑 跟這些將領 拉近距離又要立威 這兩個冰火不容嘛 跟總統查續的將領們摸摸鼻子 對於這尷尬場景恐怕 始料未及 現在傳出說 國防部裡面也沒有完全否認 就是說賴總統好像有標罵 這個將領們 然後為了說他們 他進來的時候大家沒有這樣 身為一個總統 在這種場合 就這樣隨便罵人 實在是很沒有領導統一的風範 軍人的領導統一 應該是看我的跟我來 有我在 你這樣才能夠帶到民心嘛 軍心嘛 而不是靠罵人 來獲得軍心的擁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身為三軍統帥 應該要了解軍人禮節 軍人禮節區分為兩種場合 第一種是正式的場合 正式場合來講的話 有一個人叫會場指揮官 那在總統立臨會場之前 大家原來都要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總統立臨之後 含起立 由會場指揮官轉身 向總統敬禮 舉手敬禮 這時候如果正式的話 還要奏從榮月 從榮月做完之後 然後禮蔽手放下 向後轉 含掃吸 這時候大家一起問總統好 然後總統這時候應該要說 請坐下 然後大家說謝謝總統 這是既有的一種軍人規範禮節 室內本來就應該是如此 那不管是茶會 甚至於參會 只要是總統會預期會到的地方 都算是正式的場合 那第二種大概如果說 如賴總統自己所敘述的 他當預官的時候 有一個上校進來 他就起立 那是非正式場合 也就是說你不是在正式的場合 那不預期的長官進來的時候 這時候當然由進入這個場所裡面 不管是辦公室或者是餐廳 這時候先看到長官進來的人 要先喊起立 然後大家立正 然後由這個看到的人 跑到前面 向這個長官行居首禮 完了以後喊禮弼 然後大家喊長官好 大概軍人禮節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凸顯出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賴欣德來講的話 他去參加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合 那事先這個國防部的這些人 沒有跟他溝通好 那第二個我覺得更嚴重的是說 你在這個場合裡面這樣子罵人 然後實在是 有失這個一個統帥的風範 軍人的領導風範 應該是看我的跟我來 然後有我在 你這樣才能夠帶到軍心 那我想這件事情 是不是由被罵的人來爆料出來的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更凸顯 他在軍中來講的話沒有威望 那第三個我特別要講 那國防部的後續的今天的這個發言 更凸顯出來軍人來講的話 沒有這種風骨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是總統做錯做不對 你就應該跟總統提出正確的建議 這個軍人禮節是怎麼樣 而不是說是一面替他去 這個擦枝抹粉 說這個只是查會 所以不需要起立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反而出現出國防部現在這些將領 沒有一些風範 因為總統立臨的場合 我相信除了在做進任的這些將官之外 另外包括參謀總長 國防部長還有各軍的司令都會在場 那一定有人懂這種軍人禮節嗎 為什麼這些人平常的時候 連一個小小的軍人禮節 都不敢跟總統做正確的一個說明 那如果說暫時的時候有重大的作戰的一個計畫來講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順從總統一致 而不能按照自己軍人的專業 來做一個正 一個正常的一個判斷 然後來跟總統來做報告 那從這件事情 我反而更看到國防部這些將官來講的一種就是狗屁文化 我看到更嚴重的問題 我這邊還想問一下 因為有人認為說這個是賴清德在立威 那如果相較之前的蔡英文總統的話 人家分析兩個人 像蔡英文總統他可能是比較注重 你要說所謂的放福利 有點像擲肩 那賴清德是比較注重所謂的細節 那你怎麼評論這樣這兩個總統的差別 我剛剛有特別講過 大概我想說可能賴清德他以前當預官的時候 他都沒有碰到好的長官 一個好的長官絕對不是靠罵人 就能夠服眾的 而是必須要靠以德服人 雖然說他叫清德 可是這個德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必須要靠自己的學識以及本能 來讓你的士兵你的部署能夠信服你 而不是靠罵人 罵人來講 固然之間你一時可以得到這個部下來講 當時不敢反抗你 不敢反對你 但是我們作戰講究的是三信心 也就是說所謂三信心 就是對長官要有信心 對部署你也要有信心 而且你還要對自己的同志之間 彼此要互相的信任 才能夠發揮統合戰力 當然如果說你用這個罵人來服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戰場上面就會應驗 那你的部署會不會對你有信仰 你自己對部署有沒有信心 然後彼此之間 同事之間會不會彼此互相信任 我覺得這都是影響戰力很大一個作為 當一個軍人來講 如果是一個有本事的軍人來講 應該是以德服眾 用這個自己的本質 學能來照顧部署 來獲得部署的信任 而不是靠罵人來獲取 來讓一時讓部下不敢來服從你 我想這種狀況後果會更嚴重 因為如果說是如此來講的話 反而讓那些狗屁文化的這些將官 他不敢跟總統講實話 然後不敢做正確的報告 這樣反而讓國防 不能夠獲得一個正確的路徑可以走 將軍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在另外一篇報導裡面 可能就有提到比較賴清德他們的說法 他們說這是對國家體制的一個尊重 所以說他覺得說那些將官們應該是要起立 尤其他是三軍統帥 我不知道您怎麼看這篇報導這樣 我剛剛已經講 當然是軍人禮節 絕對不是只有中華民國是這種禮節 是全世界所有軍隊都是這樣禮節 這個在軍人禮節的準則規範裡面寫得很清楚 正式的這種場內的正式場合 總統立林他三軍統帥 其實在場室外是什麼樣子 室內是什麼樣子 脫帽舉手握手這個致敬 都有我們軍人的一個規範 這是三軍全世界的軍人都是一樣的 我再特別說明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重榮月來講的話 都有規範 比如少將進來的話 主持會議來講的話 這個重榮月只奏一次 那如果中將是兩次 上將是三次 然後參謀總統長是四次 那如果說是總統立營的話 重榮月要奏五次 那我想說如果發生這麼尷尬的事情 是不是國防部的這些官員 沒有跟總統做事先的溝通報告 讓賴欣德在這種場合裡面 做出這種錯誤的判斷 另外一個有可能的就是賴欣德突顯出來 他對於軍隊的領導是失去信心的 他不放心部署 只能用罵來扶眾 我覺得這是最糟糕的一次統帥的示範 好 我想問一下說 因為九月開始的時候 總統把那個晉升典禮 就是從國防部改到總統府內 也有人解釋說 其實賴總統這方面 這顯示他其實非常重視軍方 您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場合在哪裡舉行都不重要 像以前來講 都是在三軍軍官俱樂部來舉行的 那後來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尊重他是總統 他三軍統帥 他願意在總統府裡面舉行 代表對近任將官的一種尊重 那我個人來講 表達對這個地點的改變 我當然表達樂觀其成 也代表這個晉升的人員 向總統表達感謝 可是來講的話 我覺得重點不是在場所 而是你應該 不管是國防部的官員 或者是總統本身 應該有這種素養 事先應該溝通好 這個到底典禮的進行程序 是什麼樣子 尤其是像這種事情 以前馬英九也犯過類似這種錯誤 那結束的時候 向總統離場的時候 也是權力要喊起立 然後由會場指揮官 向總統敬禮 這奏樂之後 然後總統才會離開 那以前馬英九我記得 他第一次當總統的時候 主持這個國軍的一個會議 然後結束的時候 他會場指揮官要向他敬禮 就他人已經先離場了 像這些都是很尷尬 當然文人不懂 可是你軍人一定要懂 因為在場還有國防部長 還有參謀總長 還有各軍總司令 還有國防部的各部會的次長 應該要向總統做說明 表記好 表記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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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